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宇先生 Hi,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非常普遍的是 雙風的自然醫療 我相信大家都試過雙風 其實雙風究竟是什麼呢 在外國有些人雙風去看醫生 其實通常醫生都會叫他們 你回家休息就可以了 但是在香港 我知道很多人去看醫生 就會有很多藥 有些消炎藥、抗生素 我在社交網看到我有些朋友 他拍攝照片是一大堆藥 都拍攝出來的 就是雙風而已 那究竟用不需要吃那麼多藥呢? 雙風 其實雙風是很普遍的問題 相信沒有什麼人沒經歷過的 那 像你剛才所說的 一般人如果在外國看醫生 我講加拿大、美國、澳洲都好 例如說西醫 一般來說 他都叫你回家休息 喝多點水 最多是沖、沖、熱、水、涼 主要是治療的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呢? 其實沒有什麼醫雙風的特效藥 大家可能不明白的 當然不是的 來香港看醫生很多藥給他 其實雙風是沒有特效藥的 為什麼呢? 雙風其實就不是一種雙風菌 例如說細菌入侵 其實雙風是一種病毒 病毒引起 其實病毒是什麼呢? 說真的來說 其實在醫學界都很爭議 到底病毒是什麼? 有沒有病毒呢? 有沒有愛滋病的病毒呢? 根本有些人可以這樣說 愛滋病的病毒從來未曾找過出來 從來沒有人抽水過出來 那就是說 根本是病毒是什麼呢? 大家都不是很清晰 現在用回現時的醫學的資料 其實雙風的病毒有超過二百多種 所以 這些超過二百多種的病毒 感染了我們上呼吸系統 所謂感染 那 通常我們認為 這些雙風的傳播渠道 都是由空氣的尾粒 例如你打癡 或者咳 或者接觸一些人 通常接觸可能是手、鼻 這樣接觸 好了 那 我們身體遇到這些所謂 雙風的病毒入侵 我們身體的鼻孔裡面的黏膜 就會開始作出一系列的反應 包括我們喉嚨會覺得會腫脹 開始就有多些黏液製造出來 結果就感覺到很失 不斷打癡 不斷咳 接著喉嚨痛 基本上 整個人覺得好像不太舒服 還是不舒服 這種感覺 那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身體呢 其實就是幫你 排除 或者排走這些病毒 清走這些病毒 也就是叫你快快快 休息一下 就是你累了 你不要再在這裡工作了 不如你需要休息了 躺下 那 那 雙風其實有些人說 隨時都可以發生 但是 通常呢 我都是會秋季 和冬天 那時候出現的 那 通常呢 就是為什麼會傷風呢 那 有些的說法呢 就是 其實跟那個氣候 和那個病毒 其實可能沒有什麼關係 那 那 譬如在美國 曾經做過一系列的研究 那 他找這些志願的人士 那 就在那個實現室呢 他就 就是 被他淋凍水 風他 吹他 那 就是 一般我以為冬天的會引發那些雙風的環境呢 製造出來呢 就希望呢 是整病這些這樣的志願人士的 那 結果 就是在這種實現室的製造雙風的氣候環境之下呢 那些志願的人呢 沒有什麼人患雙風的 嗯 那 結果呢 剛剛是感恩節了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就要回家了 因為感恩節在外國 差不多像香港人的 最大的節日來的 祝聖誕節 感恩節 是很大的節日來的 那些人就回家了 那 接著呢 看感恩節呢 通常都是開派對呀 大音大食呀 那結果呢 就很多人呢 就在感恩節那段時間 沒有多久呢 就個個都雙風了 那 所以說呢 有一種說法呢 其實雙風呢 是跟那個什麼病毒呀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的 跟那個空氣呀 冷呀 沒有什麼關係的 其實雙風呢 是只不過 當我們的身體的免疫能力低了 可能是 就是 暴飲暴食呀 或者呢 是那個 工作過勞呀 或者 本身有些 本身有懦作的問題呀 或者營養不夠呀 或者那個 運動不好呀 那樣 那我記得呢 我以前有個 中學有個同學 那他是印度人來的 那他在 他有個宿呢 就在千里達島的 Torvago Torvago 那就是一間很大的家族的企業 差不多是全國島裡面呢 是第二大的首富來的 那他就有很多些藥廠 好像香港屈臣市那樣 他就有這些藥廠 整個島都是他們的了 那他就跟我們說呢 他說呢 通常呢 在卡連華之後 嗯 特別多這些 那些雙風性藥呢 就買得到最好的 那大家都知道 那我記得 那我也有很多年前啦 那80年代呢 我都走過下去 他都邀請我去 那我就去參加這些卡連華 卡連華 整個幾星期的 整個島呢 都在那裏 很多地方 比賽啦 預賽啦 一一一個一個的地方 預賽啦 那很多人就練習啦 那些 band啦 那些所謂的隊隊啦 那你一組呢 就每年一組就要參加的 那當然都要有費用啦 那也要去練習啦 唱那些每一隊的歌啦 那樣的 那也都很多一些這樣的 那樣的 就是初賽啊 那樣的 那他最後就準決賽 那樣進入那裡 那是真的 可以這樣說呢 是大飲大食啊 慶祝啊 還有就是 晚上不要教訓啦 是吧 那樣的 那結果呢 就很多人傷風的 那所以可以這樣說呢 傷風的 其實呢 有一種說法呢 身體之所謂的傷風呢 是身體一種排毒的機制 那在近年 在 在德國有一位醫生 是Dr. Harmer 我們過去都有提及他的資料的 那他呢 就是 他是一位腫瘤科醫生來的 那他就 好像都是70年代啦 那他有個兒子呢 就意外呢 被朋友呢 就是射殺了的 那當然呢 這個意外的 就是 沒有了一個兒子 那他呢 就六個月之後呢 就自己患了那個癌症 是 患了那個高乳癌 那他太太呢 都沒有多久呢 都患了乳癌 那他就自己覺得 那如果你 你見到他的照片呢 你那些很典型那些 那些很 那些很 很健碩那些 那些德國人的 粗粗很大大 那他當然已經很大 三十幾歲的了 那他就覺得 我沒有理由 我會有這種癌症 那他自己是腫瘤科醫生來的 那他就開始就去 他感覺呢 他應該是他兒子的那個 就是意外身亡呢 一種打擊 一種 一種 突而其來 毫無準備之下的 一種的情緒的衝擊 是導致他的癌症的 那他最後呢 他就去檢討 他很多過去那些癌症的病人 那就看回病歷呢 原來發現 原來大部分的癌症病人 都經歷過一些所謂 叫做emotional conflict 一種shock 一種震驚的情緒的震驚 那他開始就覺得呢 其實很多癌症 其實他主要的病因 都是跟這種情緒的衝擊有關的 那他結果呢 就找到了這個的原因 他就用那種舒緩情緒 找到那個情緒結 這種方法呢 就去醫癌症 那結果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 有80多%的癌症 都是完全不需要用任何治療之下 只是跟他談 只是跟他談 因為癌症都談走 那好了 那當然呢 他有做過很多其他的實驗 包括他發現呢 當這些癌症出現呢 我們腦那裏呢 是有一些 有些現象的 他叫做harmonox 即是有些 你用那個CT scan 你會看到呢 X-grade檢查呢 你會看到呢 是腦部有些不同的位置 有這些叫做 一種圓圈出現的 那他發現呢 那個圓圈出現 哪個位置呢 就會出現不同的部位的癌症 那還有呢 是不同的情緒的 那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呢 在70年代他開始發現 開始呢 就一研究 那很多人呢 他最後他發現呢 其實所有所有病呢 都是由那個情熱結那裏開始的 那可以這樣說 這種的講法呢 也有很多歷史 大家都聽過 Louise Hay 那個Dr. Bernice Segal 這個西伊 一個哈佛的西伊 都寫過很多這方面的書籍 那但是呢 Dr. Harmer呢 是簡直呢 是很清晰度呢 是可以用X光照到 那個病位在哪裏 還有可以告訴你 哪種情緒 這個很可愛的 那其實我想跟大家說呢 其實大部分的病呢 都是一種背後的真正原因呢 都是一種壓力 一種壓力 那 之下出現的 那 那還有呢 他說呢 這個 不僅是癌症 其實所有病都是這個原因 那 一提到雙峰 那你就知道了 我兒子的都在英國讀書的 那他最近呢 就被稱為做Head Boy 就是全校那個 Head Boy 就不是只是班長的 就是全校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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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那就有很多事做而已 他說要幫學校呢 就宣傳啦 又要要預備那些 那個演說啦 那那些 最后来说是盐,他做了很多很多东西 接着他患了严重的喉咙发炎 他说喉咙控也很厉害,他问我怎算好 当然他也知道我们家人从来没有吃过西药 从西到大他也不会吃西药,也不会被打针 结果他捱了很辛苦 我就叫他试试用盐水浪厚,试试用疗剂 结果他手上没什么药,也没什么可以做 始终在寄宿,有时候要找东西也不容易找得到 找点盐也不容易找得到 他就捱了,接着说给他听 现在开始发浓,有黄的鼻涕 痛得很厉害,但他也忍忍忍忍 结果辛苦了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十天左右 他最后的感觉到,他这次病因是因为有很多压力 他做到Headboy之后,有很多事情要他做 以前他帮学校拍的电影 因为这方面他真的比较聪明 好了,我只能够解释给你听 他说其实所有的病症是在身体医治自己的 伤风一般的过程都是这样的 初初就先流清鼻水 打厕清鼻水 然后可能有点白白的 有点黏痰,白色的 最后慢慢的就会变成黄痰出现 鼻涕比较黄黄黄黄的 不好意思,袁医生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那稍后继续跟我们分享 伤风的自然医疗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氯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网址3w.helthshop.com.h 回到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双风的自然医疗》 我刚才说到 接着就跟我的儿子解释 他说其实所有的双风症状都是身体自己排毒 主要都是压力 他觉得睡觉少了 因为太多要做 这是这个过程 初初又清鼻涕 接着变黄 接着变白 变稠一点 接着变黄黄绿 一般人见到 稀鼻涕黄都不害怕 但一见到白都不害怕 但一变黄变黄 他就觉得 哇不行了 这个是细菌感染了 那就要快要去按 通常他就会在这个阶段使用抗生素 其实这个是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呢 我觉得根本是没有太多需要的 因为你过了黄绿之后 就会痊愈的 因为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在Halmer经常说 当身体有受到一个冲击 然后身体有病 然后身体有病 然后它叫做Cold Face 有两个Face 先有一个震撼 然后Cold Face Cold Face其实身体里面在酷酿中 好像在做的 但没有表面症状 到第二个阶段叫做Hot Face 然后所有症状出现了 其实当症状出现的时候 其实已经表示 身体已经在打赢 赢了个仗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见到 因为黄黄绿绿了 不行了不行了 那就用抗生素了 接着就好了了 它就以为抗生素治好了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用了 所有的伤风 都是由三日到十日 身体好一点就三日 身体差一点可能十日 其实身体自己是正在调理的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最主要是 根本是没有伤风药的 没有这套东西 如果你经常用这些 所谓的承药去搞它 其实你只不过跟身体作对 你表面就觉得好像舒服了一点 鼻水收了、干了 其实有些人都不是的 鼻水流就舒服 一收了就更辛苦 有些想流出来就流不了 其他可能更辛苦 有些人吃了就稳稳稳稳稳 可能稳稳稳稳稳也好 就没睡吧 其实你只需要睡觉休息 当然有时候身体可能会发展到 鼻豆炎 变得黄黄黄黄 在一般的医生都这么多 这个就是鼻豆炎 他们都想着可以用抗生素 因为细菌加入了 病毒是没药的 一般性的人 一般人的伤风 其实大部分 有小孩发烧90% 都是病毒性 所谓病毒性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药可以治愈 袁医生 我经常听人说 伤风每个月都一次 那那些其实是否鼻敏感 还是流感呢 其实怎样分流感 感冒和鼻敏感 其实很多人都说 自己经常伤风 因为如果你真的伤风 其实你伤风了之后 你会免疫一段时间 那如果你听到那些人说 其实我每个月都伤风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知道 其实它不是真正伤风 它只不过是上呼吸系统敏感 或者鼻敏感 那其实怎样分辨呢 简单来说 一般性的鼻敏感 或者上呼吸系统敏感 它的症状都比较表面化一些 比如打刺 流鼻水 或者喉咙有些干阔 这个就是 还有就是密密发生的 雙风是不可能 就是这么密发生的 那这个就是大部分 这种情况 或者遇到冻空气 或者遇到出街 或者花粉热 这种情况 眼痕痕痕 这些多数是 或者叫做敏感 或者花粉热 这个就是 可以说最表层的症状 接着进入伤风 伤风当然包括 有流鼻水 打刺 喉咙痛 干阔 那间中也有少少是烟 但通常在大人来说 是不应该发烟的 那流感 通常就加上上面的 这些伤风的症状 再加上 由周身冤痛 肌肉痛 关节痛 或者骨痛 接着加上发烟 那人当然是 病很多 辛苦很多 累很多 那所以呢 在这种阶段 我们真正叫做流感 那发烟 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主要的 流感的迹象 那但是 生粉仔 就在发烟的时候 一般的伤风 都有可能都会低消的 那就是他不需要一定要有流感 才会有这个情况的了 那所以呢 你们 就是我们 是处理的手法 其实呢 始终都尽量 都不要用那些药去 禁止症状 因为如果你用那些药 禁止症状 你只会将那个急性病 是打压了下去 就令身体 就抑压了 变成慢性病 那也都很多时候呢 这种处理得不好 那些人就会变成敲痠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就你会听到那些人说 他说呢 如果我不立刻去控制他呢 他就很快变成敲痠的 是 那其实呢 真正的现象 事实呢 就是因为你经常打压他呢 本来一种很表面的 伤风 或者是鼻敏感呢 因为你经常去用那些药物去打压他呢 那你的身体呢 就越来越弱了 那结果呢 就搞出是喘喘 气喘 甚至乎口喘 那所以呢 啊 伤风呢 或者是鼻敏感啦 其实呢 其实呢 就应该呢 是啊 就是要 都要好好的处理 那当然呢 如果你是不懂得用自然医疗的工具呢 其实最简单的自然医疗工具呢 就是休息 喝热水啊 那相信大部分人都都做得到的 那但是你说伤风多密才出现问题呢 那其实应该有些人呢 就有些人就是 就是 根本都不会伤风的 十几二十年都不会伤风的 那但是如果你每年呢 伤风多过两次呢 其实这个显示呢 你的身体呢 其实就有很多毒素在的 那身体呢 是要不断呢 是用这个这样的 打刺啊 流鼻涕啊 其实呢 就是将这些毒素呢 去去企图呢 是排除出去的 那就是我们开始要了解啦 背后的真正原因啦 其实一个免疫的问题的 还有一个营养不足的 那简单来说呢 如果相同的症状呢 就会流鼻碎啦 打痴啦 鼻塞啦 又咳啦 喉咙痛啦 有时候呢 可能都会有一些淋巴 的肿胀 是有些容易的 他人会累啦 胃口叉了啦 那间中呢 可能会有些少少 那10分仔就烧 可能会高些少的 那但是呢 这个就是个表面症状啦 那真正真正的原因呢 就是身体的毒素多啦 身体的免疫难力差啦 那为什么难力差呢 可能生活的压力啦 营养的不足啦 和可能很大的压力的因素 这些是真正真正的问题的根源来的 袁医生啊 那在饮食方面 有些什么可以帮助到双风啊 当然啦 我们第一线呢 主要是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饮食方面啦 一遇到双风呢 第一件事呢 就立刻呢 就是停止大饮大食 是 就是吃得清淡一点啦 那些碎水果蒸一下 喝点汤啊 清汤啊 或者喝点草茶包啦 那我们公司呢 都有一些很简单的草茶包呢 就叫做 那个 Cold Care Tea啦 是不是 那就是一个traditional herb 就是它很简单的草茶包 自己拿去浸一下 那一方面 有机会喝多些滚的水啦 那就是多些休息的 那所以呢 少吃点啦 因为呢 身体消化是需要很多 很多能量的 是 生有很多能量的 那你身体呢 需要保持能量呢 是对付这个疾病的过程啦 那所以呢 就第一件事呢 就是不要吃那么多东西 清淡一点饮食 那第二呢 就是喝多些水啦 喝多些干净的那些水啦 那就 当然呢 这会帮助我们身体 把这些脏脏的东西清除啦 譬如你流很多鼻水啦 打多一次啦 那是很多液体流了出来的嘛 那所以呢 尽量就要保持多些水的 那 有些什么食物可以帮助呢 有些人呢 就会煮些洋葱汤啦 加些蒜啦 譬如有些人感觉冬呢 就加些姜啦 那这些全部都是可以 就是姜茶那样 洋葱啊 姜茶啊 那煮一煮它 稍微煮一煮它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来的 那有些人呢 就喜欢喝 喝鸡汤啦 那中医就有些说 鸡汤不好的 那会抑制的 那但是呢 鸡汤呢 在外国呢 是很流行的 那很多犹太人呢 用这些这样的方法 犹太人妈下用这些方法 那最近呢就发现呢 原来呢 鸡汤里面有些成分呢 真的对这些 双风的病毒是有帮助的 那 那中国人来说呢 我就可以喝点面糞汤啦 就是清淡一点的面糞汤啦 可以加点 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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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 每一个两个钟头呢 喝一杯 可以帮助舒缓喉咙咙不息啦 和气管道的不息啦 减少那个黏液的聚绩啦 可以这么说呢 也都会帮助你排汗的 这种食物的工具来的 那刚才说了有些什么是对 有些什么食物是对双风有帮助的呢 那有些什么食物是需要避免的 就是有些禁忌啦 其实最重要呢 就是在双风的期间呢 就减少糖 其实糖任何时间都应该不应该用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糖呢 其实呢 是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白血球的活动能力的 就是换言之呢 这些精炼的那些糖呢 就会减低我们身体的那个免疫能力的 那所以呢 首先呢 第一件事呢 就尽量就不要用那么多 吃那么多甜的东西 尤其是白糖那样 那还有呢 果汁方面呢 就是有些人说 维他命C啊 橙汁很多啊 那会在这个时候喝很多那些水果汁的 包括维他命 就是那个橙汁 那问题呢 橙汁其实是相当甜的 那他们就是 可以说糖分是很多的 是多于它维他命C的 那所以如果你用饮汁 用果汁这个方法呢 其实呢 最好呢 就是把它就是混淡一点 就是一半一半 就不要直接喝 那还有一个样东西呢 在我们 就是我们那个牛奶啊 芝士啊 这些乳类食物呢 都是这个时候不应该吃的 大家知道啦 这些就是所谓叫做野痰的食物啦 是吧 那所以这个呢 大家都要留意到啦 那就是要 尤其是亚洲人 尤其是中国人呢 就是 就是 大部分呢 都是 对那个牛奶呢 是有不受的 那尤其是那些人呢 就是敏感啊 伤风啊 那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我发现呢 那些病人跟他说 他说 我呢 就差不多 整天都伤风的 那样 我那个小朋友 整天都伤风的 那其实我第一件事 就会问他的饮食那方面 他说这些食物呢 他是很喜欢吃的 或者吃得特别多的 那如果我一听见他说呢 我小朋友呢 一天喝几瓶奶的呢 那我就知道 这个问题在哪里了 那其实呢 他就不是伤风 其实那些是那种 就是那些 呼吸道敏感 食物敏感 是 那所以我通常都说呢 你试一下呢 就介绍那些牛奶啊 芝士类啊 这种食物呢 那你应该呢 你那个问题呢 就其实就已经解决了啦 那因为那个是 那个食物敏感这个问题来的 好明白了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网址 三个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欢迎回来 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双方的治疗法 袁医生刚才提到我们饮食方面要注意些什么 其实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工具可以去预防或者处理双方的呢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会懂得用多些维他命C 很多人起码都知道 我经常带着维他命C粉 因为它可能粉的剂量会多很多 很多人会遇到这双方都会适时用维他命C 可能1000mg 一天三至四次 当然有些人用维他命C 用的多就会有少少肚子 为什么用维他命C 我们证实维他命C 可以扶持我们的免疫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白血球的细胞活动能力 在外国这方面也做过很多研究 其中有一个是根据 它是检讨了21个有双重盲胀控制的研究 在这21个研究里面 它发现维他命C可以减低患病的时间 和病症严重的程度 就是差不多可以减低23个百分比 在这些研究里面 通常的剂量都用得比较多 是1000到8000mg 这样的 维他命C 很多人用 其实很多人自己的经验 都发现是有效的 很容易买得到 又比较便宜 像猴糖那样的 升的lozenger 通常他就不断地用猴糖服用它 可能一天吃几片 因为我们发现 升身也是会有帮助免疫功能 也有抗病毒效果 有些情况就发现升 身体始终吸收金属比较弱些 很多人现在看到 是正是喷鼻用的 喷鼻用的升 除了这个之外 有些人就会 在预防方面 有什么可以做呢 譬如我们大家都听过人参 现在这个研究是说 北美的人参 即加拿大那些北美的人参 他做过一个很大的研究 在这个研究里面 邀请了323位健康的人士 近年零阶部18岁到65岁之间 这些人 他本身过去一年 都曾经出现过 起码两次的上呼吸系统的感染 即双风两次 他就用这个人身份 就大概每天吃两次 每次200mg 吃它四个月 发现用过这个方法 用复兴人参的人 在冬天那里 那个双风是大大减低了 中医 除了中国人知道 人参大家都听过 也有黄旗 也有黄旗 也有试过 如果用黄旗 即自己知道有这种问题 也可以预防这些双风 当然 如果你双风期间有发烧 这个黄旗 也不是这个时候用的 有其他方法 好了 还有什么呢 可以减低呢 就用益菌 始终呢 我也和大家也说过 我们身体的腸道 80%的身体的淋巴结 就是我们的腸道 80% 不是我们的喉咙 当然有时我见到喉咙肿脏 我们也知道 那个阴溝 大肥腊 那里呢 有些淋巴结 那其实大部分呢 既然是我们的腸那里 在一个城道 腸壁那里 那里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我们的腸那个环境 是对我们的免疫能力很大的 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的抗生素 和我们的食物也好 药物应用也好 令到我们的身体的好菌 是消灭得很多的 那所以在这个治疗方面 我们就会用回 吃回这些益菌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叫做香药里面 oregano oregano oil 就有些很强的抗 抗病毒的效果 那有些时候呢 有些人呢 就会复用的 500mg 这样 一天吃四次 都可以用到 那除了这个呢 就做了一座草药呢 就是那个叫做折骨木 英文叫做 Elderberry Elderberry 可以说折骨木 那这个呢 也都很多时候呢 是帮助那个 伤风和感冒的 那很多时候 我用在这个呢 如果当我们发现 沙文仔 伤风也好 或者鼻敏感也好 严重鼻敏感也好 或者伤风呢 有发烧 那通常呢 它就有一个症状呢 就是晚上 鼻塞得很厉害 那这种呢 我通常呢 就是用折骨木 Elderberry Sambucus 有时我用疗剂 都可以的 不用用草药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蒜 大家都知道 吃蒜 有时有些液体的蒜 有些Caiolic 即是没有那些蒜味 但你 在社交上比较容易一些 那还有呢 我们公司的 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产所这么多年来呢 那些病人都会用的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伤风感冒妈宝 就是我叫做ACP-PHIMAX 那其实呢 我就用了一个产品呢 是一种食物的浓缩食物的 那它就叫做ACP 那其实就是 就是说 食物里面的浓缩食物里面呢 含有很高的维他命A 维他命C 和C杂 那加上PHIMAX呢 PHIMAX就是空腺的提取物 就是我知道了 PHIMAXGlan 就是什么呢 是我们身体免疫的地方 那我们就 有很多的病人都会认识的了 有时都不会来看 不用看我了 他才买到这个呢 就大量地吃了 因为它是一种浓缩食物的 那它吃的份量比较多 可能就每个小时吃一次 两粒 那样 每次两粒 那很多的病人的经验呢 就说呢 如果你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你吃多些 密些 就越多呢 基本上的效果越快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双风感冒妈宝 就是ACP-PHIMAX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姜 喝姜水 有时当你双风得来 那人有种尖寒那种感觉 那更加呢 就用姜 用姜 用姜茶 那香港就很方便 都听老人家说的 是的 都用姜 生姜 打去几片 来拍一下 那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是可以处理的 袁医生 你刚才跟我们说了 那么多工具 茶包 草药 都可以处理双风 你最厉害那天还没说 就是同类疗剂 是的 那你过去用过那些什么 同类疗剂 是对双风有效的 那就是同类疗法呢 如果大家是有机会呢 在这些双风的情况去用呢 那个效果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快得快得快得惊人的 那那我先和大家介绍 就是几只 是常用的同类疗法的疗剂 那通常呢 如果大家是想自己去去购买呢 因为我健康店里有的 有成百几种的疗剂 通常就是30C 因为比较上 就是最常用得着的 那你如果遇到 就是你选择了一个疗剂呢 你买到用30C的那个 那个那个分能 那你可以一夜呢 就吃它四次左右 吃它三天 那通常来说呢 如果你选是对的呢 你很快就已经感觉到 就是三天里面呢 肯定如果选得对 是应该就好了 是 那如果不对呢 那就要再想了 再选一下 那我第一个疗剂 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乌头 Ac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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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乌头 是 那乌头呢 通常呢就是 处理这些伤风呢 来得很快的 通常呢 因为你受了受干 冻的气候的侵杂 那就突然之间呢 就觉得人呢 就喉咙干绝了 开始鼻歌又流鼻水了 那就通常呢 这种的情况 那些人呢 就会觉得人很紧张的 这种的 通常呢 这种的 这样的 伤风呢 就是来得突然 急 因为受干 冻的 受寒 干寒的侵杂 而导致的 那人呢 就比较上呢 觉得有点点 紧张啊 这种不安的 那就是乌头的症状来的 那乌头呢 通常呢 就是早期用就最好了 如果你过了乌头的症状呢 就可能呢 就需要其他的疗剂了 好了 第二个疗剂 和大家介绍呢 就是洋葱 allium sepa allium sepa allium sepa 那其实这些疗剂呢 在我们的 那个 绿庄院健康店里面呢 其实都有 你可以用中文名 都买得到的 我相信 只是香港才有 这样的 中文的名字的疗剂 allium se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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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pa 那通常呢 大家都吃过洋葱 就是剥洋葱的时候 我经历都感觉到 流眼水 鼻水流得很厉害的 那通常呢 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流很多的眼水 但流的眼水 就比较清的 但流的鼻水 就很流的 你看到分别 就是眼水不流 但鼻水会流的 那会流到呢 鼻子的上唇 就红薄薄 有时可能痛痛的 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那样 那通常呢 在这种的人呢 就 他那个症状呢 就如果在室内 是会严重一点的 但出到街 就没那么厉害的 伤口症状没那么厉害的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洋葱的症状 那做了一个疗剂呢 我就叫做 SUN 就是我们叫做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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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埃型的人通常会很冷 冷到他就要拼命要喝水 但他喝水就不会大大大大喝的 他只是小小小的 叹一下叹一下叹一下 这种是生埃型的口渴 那种喝水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然生埃型的人比较紧张 很紧张病啊 有点病就好像疼疼鸡 然后不知道怎么算好 好了 再和大家介绍另外一种 就叫做轮化铁 是轮酸铁 轮酸铁 轮酸铁通常是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 人就知道自己的伤风 有点发烧 但是喉咙有点确 面红红 但是人就觉得没什么 小小玩玩 大人就觉得可以上班 其实身体上没什么其他不适的症状 那这个可以说是一般性的 不是太多严重症状的 伤风发烧呢 我都会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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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轮酸铁 不好意思 袁医生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dot-com-dot-h-k 欢迎回来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双风的自然疗法》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提到 有几种同类疗剂 可以处理这个双风的 我知道不止那么少的 袁医生 是的 没错 除了我上次介绍了几种 还有一个常用得着的 这个叫做Jalcemium 应该是黄素氢 黄素香 一个星字咖啡香 这个字我读到黄素香 其实英文叫做Yellow Jasmine Jalcemium 这种通常是用在双风 其实不单是双风 是流感也对用 这种症状 这种症状 除了他人拍得尖寒 他人觉得肌肉冤痛 还有很显著的特征 他人就好像醉醉 累累的 眼睹睹 累累的 没有力量的 你看到 眼睹睹 他人就好像醉醉醉醉 好像重重的感觉 有时候他在后尾枕 有一种头痛的症状 当然 Jalcemium 黄素香 那些人是不厉害的 他总是觉得 醉醉醉醉 不想移动 这样躺在这里 他也是不厉害的人 另外一种疗剂 就是汪 水银 融汪 Mercurius Solubilus Mercurius 水银 Mercurius Solubilus Mercurius Solubilus 有时候就叫做 Mercurius Vivus Vivus 其实水银 当然大家知道 是世间的剧毒 但同样的疗法 就是将这个水银 成为一个疗剂 经过无数次的稀释 30C 就是说 100分之1的稀释 自成30 即是100分之1的 100分之1的稀释 稀释到12次就没有了 剩下一个分子的成分 到30次 简直是千文数字的稀释 所以 我一说同样的疗法 虽然大家可能觉得 这不是一种有毒性的物质 其实完全不用想 不用害怕 因为我刚才说是生埃 生埃 但其实 在同样的疗法应用之下 制造的疗剂 是完全一粒成分都没有 你发现什么都看不到 好了 通常 通常需要用拱的阵营的人 通常这些人又怕冻又怕热 就像水银 水银 你知道水银是凉的温度 太热太高 它能凉到 所以水银的阵营 就是那些人又怕冻又怕热 怕冻就蓋被 蓋了没多久就觉得太热 又缺了被 缺了被没多久就觉得自己太冻又缺了被 这些人当然是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温度 通常水银中毒的人 都会看到 尼脱很厚 还有口气重 很多口水多多 流口水 可能那个枕头套 你会看到很多口水 通常那个口腔 都是一种 痛痛痛 生生痛痛 我叫做RAW 好像损损痛痛 这种黏膜的情况 这个就是水银型的人 温度方面不同 另外的疗剂就是盐 大家知道盐 当然我知道用盐可以拿口 在喉咙痛可以拿口 我现在说的盐 是叫做Natur muriaticum 就是拉丁名 英文叫做Sodium chloride 其实就是食盐 或者是海水里面的盐 原来盐是Natur muriaticum Muriaticum 这种Natur muriaticum 当然是为这种伤风 这种伤风的表现的症状 通常在开始时 打瓷打瓷打瓷 接着流出很多清的鼻涕 或者稍微白一点的分泌 这个就是一个表面的症状 来得很快 打瓷打瓷 接着水晃晃的流出来 通常 这些人就有点头痛 这种人就在 不晒得太阳 很怕光的 如果你太阳之下 他一定要戴太阳眼镜 即是这个人的一般的情况下 晒得太阳 他就会又怕残眼 又怕热 也很辛苦 这样 好 盐型的人 很多时候 他伤风 很多时候 嘴唇爆裂 还有很多嘴唇的唇瘡 如果你看到这种型的人 水银的盐 这个尿剂就差不多 对了 好了 接着就是 马前子 Nuxvomica 马前子 可以这么说 是差不多在文明人 文明地方生活 压力大的生活的人 是很合用的 Nuxvomica Nuxvomica 这些是主要的症状 通常你要怎样看呢 这些人是比较被塞 怕冷 打痴 这是很基本的症状 所以 通然 如果你对人了解 都知道 压力之下大 很没耐性 就看医生 要立刻搞定他 这些就是Nuxvomica 马前子型 这种人 好了 最后 就和大家说 就是白头翁 Palser Teller 白头翁 和白前子 刚刚相反 白头翁的人 比较温顺很多 他来找你 好像是求你 希望你帮忙 很容易 你会同情这些人 你见到 马前子 很想踢他走 因为很多要求 很不客气 但你见到白头翁 通常人们 流下眼泪 伤口都很厉害 通常这种 我们叫做Rype Co 成熟了的双方 不是早期 正常方面 你会见到 比较厚厚厚的黄 或者绿的鼻涕 如果我曾经说 一般人见到黄鼻涕 怕了怕了 用抗生素 其实是不需要的 在这个情况之后 其实这种考虑 用白头翁这个尿剂 通常白头翁的人 是不太口渴 觉得悴 怕悴 通常 他也觉得鼻塞塞 但他去户外走 身先空去接触 之后 鼻涕又通了 这种人 很喜欢别人 安慰他 同情他 十分仔很多 你见到 十分仔 这些性格 有呼吸系统发烧 都想到是白头翁 或者耳朵化炎 都可以用到这些工具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疗疗剂 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明白 每一疗疗剂都有独特之处 可以自己去运用 那袁医生还有没有其他工具可以帮到伤风 相信大家都跟大家说 通常是浸浴 浸浴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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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 有时候有些蒸汽浴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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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都听到了,呼喀系统安树,薄荷,茶树油,梅莉莎,这些油都很好 当然,如果什么油都没有,如果你有油,起码有红薯药 这些油可以在这种情况,可以闻这些热的蒸气 或者可以浸浴用,如果有浴缸的话 如果你没有浴缸,但感觉冻,可以用热水浸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平时可以有什么预防加强水疗,可以加强身体 可以用冻热的交替,冲花灑的时候,先用热冻,最后要冻,终止用冻 这种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加强身体免疫能力 最近也听到,可能电视台在网台,网上有很多资料 是说那些日本人,怎样教那些10元仔的 其中一样东西,他们在冬天里面,都不会被包肿包住的 都是用校服,小小小穿衣裤,可能短裤穿着 这个日本人,可以说德国也是这样的 以前有一本很好的书,《威尔卡达的教育》 讲这个牧师怎样训练他的儿子 由一个有少少迟动的小穿衣裤,将他奔练成为一个天才 全部都是真人真事,这本书的《威尔卡达的教育》 其实他们都很强调身体的锻炼 不会怕小穿衣裤懒 在香港,在中国人的社会,很多时候你见到小穿衣裤 好像包着个肿包,其实他真的很不舒服 其实小穿衣裤,通常体温是比较热的,他们是不怕冬的 他们一点都不怕冬的 所以在很冬的环境,他们穿很薄的衣裤,走来走去 其实你不用担心的,因为他们的新疼代症比较快一点 所以我就会用这个方法,当然如果平时用体质水疗 相同时间我也会用体质水疗 因为体质水疗,我也会用冻热交替这个步骤 加上用光疗机,用太空笑凌晶 将你的持绿神经系统调理了 其实这些工具有很多 其实最简单来说,就像外国医生叫你做 回家喝多点水,睡觉吧 相信这个大家一定做得到 当然除了之外,有很多这些工具 很多其他曾经介绍的工具 例如盐水,或者用大蒜,加盐水,浪压口 如果香港有时候,如果喉咙痛下,用盐水浪压口 也用胶性银,这个很多人都认识的 在我们健康店,很多病人都懂得用的 但也要留意,雙风是可以传播的 传播的途径通常都是接触 空气的接触,空气的接触可能难免 但最重要是健康的人,自己的人健康 如果家庭的成员,大家保持身体的免疫能力强 其实都不会散播的 当然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大家经常说勤洗手 当然洗手就不要用化学的药去洗手 因为用最简单的,肥皂,肥皂,肥皂 不要用太多外面的化学物 因为太多化学物,已经令环境破坏了 所以只要用肥皂洗手 当然洗的时候要洗得多些 不需要洗两洗,摸两摸,很多人都很快就洗 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在香港 当时教他如何洗手,整个程序都很长俊 等会刷刷之后,手指一眼窗 按照刷 storyline的手指尖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什么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关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RCWADIO.COM 谢谢原医生